颇为将近20年的寿风乡全乡运动会 19、20号两天在平和国中举行 而寿风乡15个村 不论在开幕的创意竞场表演 初月竞赛或是田径赛事项目 都卯足了全力为自己的村创家机 乡长曾淑毅表示 希望透过全乡运动竞赛 展现寿风乡团结的凝聚力 为期两天的113年 寿风乡全乡运动会 重头戏20号登场 15个村长带领各村乡亲 以及寿风乡农会的热情参与 创意竞场 展现活泼向心力 希望夺下精神总锦标的殊荣 乡长曾淑毅代表会主席正美乡 纷纷感谢寿风乡各社区部落共乡胜举 让睽違将近20年的寿风乡全乡运动会顺利举行 也看到了乡内无比的凝聚力 回为20年寿风乡全民运动大会 盛大登场 今天大家都是男女主角 也是我们寿风重要的领梁柱 运动可以让人心肥微 忘记了疲劳 还有精气爽 在人生在每一个阶段迎接精彩亮地的人生 寿风乡是前台湾无独农业 生根一出发的烟香 鼠疫齐息行政团队 每一天都要跨越局限 克服困难 不断的突破 积极创新 争取建设 落实合物 关怀富佑 竹琴动荣 就像今天在这运动员 在运动场上 很高兴 我们乡公所今年 举办全民运动会 我们乡内一万多人 已经来了一万多 对不对 对 真的看到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表示身体健康 希望借着这个运动会 能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有健康的体特 还有平安 健康 还有好的家庭 以及好的工作 以及我们家庭都能够和乐融融 木雕大师胡盈录 也利用相遇举办的机会 特别颁赠木雕作品 给寿风乡长增淑义 随后就进行各项竞赛 寿风乡公所 寿风代表会 以及各村长 各头目相公所志工 亲善大师也进行大队接力的表演赛 寿风乡全乡运动会 除了让乡亲舒缓身心 增进健康 凝聚各村的情感与相心力 同时提升乡内运动风气 也展现出寿风乡的运动热情 与健康活力 综合各项运动赛事最佳成绩 最后由光荣村赢得113年 寿风乡全民运动会精神综销 记者刘明胜 说风乡采访报道 公共同学鹜 you 你 你 你